有限的资源要怎么永续的发展 花林县长徐真蔚 带领县府团队打造幸福智慧城市 同时推动有机首都 更率先全国结合企业引进AI智慧 八日在攜手欧洲商业协会 邀请20家欧商成员代表和企业齐聚花莲 参与投资花莲 投资永续国际论坛 让国际企业看见花莲 也让花莲看见世界 投资永续就是投资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里真蔚 第一个我要谢谢欧洲商会 我们的一组理事长 以及我们张主席 来到花莲来办我们三天两月的论坛 也走访了花莲很多个点 花莲的投资处处是升级 处处是机会 只要你够认识的花莲 而花莲也是一直往永续绿色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投资花莲 一起看见花莲 一起让花莲美好 让台湾美好 让世界美好 出席此次盛会的欧洲三位理事长 以荣开心地表示 欧洲在台商务协会能与花莲县政府合作 为第一趟倡议行动努力 同时也强调县长徐真卫 更是令他印象深刻 我们也感激愁看到 我会见谈议洛书回过去前面 她旅渡去台湾先到台湾 为我们提供一些公开 发展上的cur PRODUC 专业建立得及所在高莲 和高莲ren业作年零放射 2050,提供了消耗營和維持營的營養。 在今天的活動,我們希望有些最好的方法和解決方法會發展。 我再次想要多謝祖宗和她的團隊 此次的論壇 中華紫江 加勒福文教基金會 倍數羅德 台灣水泥 遠傳電信 IKEA 優衣庫等 國內外重要的企業團體人士 針對永續發展 我們覺得是一個 給我們很大的恩典的地方 當然這個跟地方的長官 我們的縣長非常有關係 四分之一來自原生江 就是中華紫江 另外四分之三 或接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是來自回收 加加勒福的回收 所以造紙業 是一個循環經濟的產業 我們試著把循環經濟 灌輸在所有的地方 有一天我們自己對付的 維護的材料 都是循環經濟材料 論壇活動中 企業代表陸續上台分享 企業在推動永續低碳上的努力 近十加國內外綠色科技 智慧農業 健康照護 和虛擬辦公室等數位領域的創新團隊 也在會場涉攤進行研發分享 這次來到花蓮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說透過智慧城市這樣的一個議題 為花蓮帶來一個更新的一個新商機 那透過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虛擬辦公室 在這個虛擬辦公室當中 我們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一個互動的距離 我們希望在花蓮這個地區 打造一個虛擬的產業園區 讓其他的縣市 甚至是海外的這些企業 他們可以來到花蓮這個地方去進駐 為花蓮去創造出更多一些新的商機的模式 永續不僅是行動 更是落實在生活中的態度 縣長徐政衛讓國內外企業大廠 看見花蓮永續近零的推動成效 也歡迎大家來投資花蓮 因為花蓮不僅是觀光幸福的城市 未來更是低碳節能的AI智慧城市